雖然大家都講說 現在小車的價格也回不去了 就好像是有一台小車 本來開始初始的價格 是不到七十五萬 現在居然有人喊到一百三十萬 看真是車界的台積電 哪個 講到這個 我們都說買車是投資 幾乎都是只會賠不會賺 跟很多財經專家討論的話 說車子是負資產 對 絕對不贊成買車 我告訴你硬聲稱 這兩年就發生了一堆車子拿出來 就打臉這些理財專家 我先說Gimini 其實他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價錢也不便宜 對不對 從上一代的Gimini本來就不便宜 因為他進口數量也少 但是他有特別的一個 功能性存在度 但是這一次我們台灣下架 國外也下架 歐洲也下架 也就是說全世界幾乎都買不到Gimini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以他現在大概一千出頭公斤的 這一個車重來說的話 要符合所謂的歐盟新型的排氣法規 油耗的部分 可能就差那麼一大截 為什麼 以一千公斤左右的車輛來說的話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排氣排氣量 一些規格來說 但是總的來說 他大概要符合到一公升 能夠跑二十二公里以上 那這一個對Gimini來說的話 可能是始料未及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台越野車 我們都知道他分離是大量 他的功能性是在這裡 所以他當初沒有想到那麼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很多東西都蠻 這個old school 就是老式的設計 沒有應該說他比較實用 會去吞的人他哪會在意這些東西 誰會在乎這些 我只好維修就好了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全世界大概就剩下什麼 有一種就是貨車版 因為貨車可以享受比較寬鬆一點的法規 第二個就是印度版 為什麼我們說那印度為什麼可以賣 因為印度他們的法規 可能還在走歐三歐四 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2022就要走新的一個 對 2022也有咖啡嘛 對 還有咖啡的這個要求 所以對車廠來說 這個我相信是一種Tone 是 對 因為全球都賣得很好的 這個車竟然發生這樣子 好 國文憲不管這些 但是當初這個入 他的入門款他有兩個等級 74跟78 兩個等級 但是現在因為一車難求 而且確定應該是買不到了 以前都還有一絲希望有沒有 說我們延後押單 這兩年不接 因為我們單已經配額來說的話 大概是兩年後可以再交錯 對 就接到兩年後的 兩年後嘛 那我們現在停止接單 不排除以後還要繼續接單 對 可是目前以咖啡或我們的能耗來看的話 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為國外都停 歐洲都停掉了 所以不太可能的狀況下會怎麼樣呢 完了 期貨可居了 現在竟然還有喊到130萬 真的有人買嗎 我先不管他有沒有人買 你知道他的溢價比 這個真的就是人家為什麼會把它說做 他是車界台積電 因為漲了幾乎要一倍 漲了幾乎快一倍了 乃哥是不是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聽說 就是接下來的Gimini 他會加上了48V 那因為喜歡越野的人 你加了48V他就是不要 其實除了加48V之外 他還要增加一個東西 他的車重要增加 所以以前我們不是有看到一個 加常版的一個概念服務 長軸的Gimini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只要軸一變長 然後再加48V 其實Gimini真正他本格個性 可能就消失了 他就會變成一個什麼 就像CHR一樣 他是一個很炫的一台車 但是他可不可以滿足每一個人呢 我不覺得他真的可以滿足每一個人 他在用車上的需求 所以這一個變成說 我們主要是看 現在這個車 只要是大家都喜歡 不管價錢 不便宜 130萬買一台中古的Gimini 對你只要釋出 畢竟以後加了電的 那你就不能去越野了 他越野能力就大打折扣 大打折扣 然後車重會增加 然後車型可能還會拉長 他可能就不會再是那麼的Cue 那麼的可愛 所以大概重點 應該是在放在這個地方 了解 天啊 長了一倍的Gimini 真的實在下不了手 那有沒有在市場上面呢 他同樣也有這個越野能力 然後堪稱越野小霸王的 其他的車款可以選呢 其實有的 在他自己的品牌裡面就是了嘛 對不對 Vitara 在很久以前我們就知道 從Escudo開始到Vitara 一直以來都是Suzuki 以台灣來說算是越野車的其中一個 算是標竿的車款 對 那你現在Gimini賣到100 120 甚至130當然啦 不一定賣得掉 我是不看好 沒有人這麼瘋 會花130買這個車沒錯 但是呢 你真正你每天通常在使用 難道真的都是上山下海 八山涉水嘛 不是嘛 你還是要在onroad的路面上 還是一樣要在高速公路 要在市區塞車走走停停 那這時候呢 我覺得現在的Vitara 其實比Gimini來的 要適合我們正常人許多啊 像舉個例來講好了 Vitara呢 他的引擎 就是用1.4升的渦輪增壓 你看對比Gimini 是1.5升的自然進氣 然後變速箱的部分呢 Vitara呢 則是用的是6速的自排 那對比Gimini 4速自排 這在油耗上啦 在駕馭的感受上 順暢度上 都會差很多啊 更不要講說Gimini 還是大量分離式的底盤 Vitara 至少是跟我們一般的一體式 單體式車體是一樣的 所以在舒適度 在震動部分也會好很多 然後呢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覺得你偶爾還是要去越野 說真的 Vitara 他也有all grip 也就是所謂的 四輪傳動的車型 再搭配上 剛剛講1.4升渦輪增壓 然後加上48V的 輕油電系統 以後呢 他不只你平常上下班 是輕鬆的 是自在的 你上山下海 事實上在Vitara 這一代的大改款的時候 他也帶我們去上山下海 拔山涉水過 那個越野能力有點超乎想像 對 他照樣都爬得上去 照樣都下得去 因為他車重也輕嘛 是 車體也比較小 所以你真的是要買一台 交通工具的時候 Vitara 其實才是適合我們正常人使用的 Gimini呢 你當他是信仰 當他是投資 無所謂 但是總之 他真的要拿來每天代付 有很多人可能會受不了 Suzuki的Vitara之前 改款之前 因為他的價格相當的容易入手 那現在你要買到四輪驅動 已經到104萬了 但是大家想想 現在市場上面 104萬你要買到四輪驅動 好像 可能那個Mitsubishi的Outlander有機會 但是以標價來說的話 他還是比那個Vitara要再貴一點點 那又有另外一方的說法說 都已經到104萬了 那我們為什麼買一台中型的SUV 像這一台福特的KUGA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用100萬 然後你又買一台更大的這種休旅車的話 是不是會比較合一 但這樣講好像又有點有失公平對不對 因為功能的取向也不太一樣 定位也不太相同 不會 應該是所有的觀眾 看完前半段都會感嘆 現在車子真貴 真是貴 都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我們只要花92萬8 就可以擁有一台這樣子的中型SUV 你會不會突然覺得世界還是有美好的一面 而且為什麼 我們旁邊這個幾乎價格是相同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都說 剛剛羅哥也說 POLO要裝了那麼多高科技 舉正式頭燈 怎樣 但是我必須說 以如果我們一般平民老百姓來說的話 這台國產的KUGA 92萬8 應該是 我不應該強調那個假 應該說KUGA全車系 他都有COPIER360的科技 標準的Level 2給你 92萬8就可以了 那92萬8大家就會想到什麼 Focus先被頂級 好像也是這個價錢 那是不是就跟這個 Golf跟POLO的感覺好像有點像 你最頂的正好頂 可以接到上一個等級的入門車款 所以這個情況我相信會越來越多 包括剛剛我們講的FIT也是 如果他用86萬的話 那是不是只是上HRV了 甚至還可以摸到一點點CRV 再加一點的話 是 對 所以其實以後這種情況會越來越普遍 就是因為高科技有配備 他是要付出代價的 像我說KUGA來說 92萬8他就有COPIER360 這一個Level 2的 這一個主動的輔助系統 但是我們現場來的這一台 是108萬的 這一個所謂的 180的最旗艦的 這個車型 吃上版是不是 不是他還有一個98萬的等級 所以他的等級還蠻多 但是以180的動力 就是1.5升渦輪增壓來說的話 他就是最頂級 但是他可以給你什麼呢 他可以給你更多的東西 譬如說內裝的配備 還有天窗這些 天窗啊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我自己就是180的入門等級 那時候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這一個有輔助的這個配備 其實就好 為什麼 因為其他對我來說 本質都一樣 為什麼 第一KUGA的操控其實很好 那我在開KUGA 我覺得180就夠了 當然他有2000cc的等級 你說那個250啊 你可能就要花到121萬 感覺好像是很貴對不對 但是以他的動力250P來說的話 而且有4WD是不是 對 那你這樣子換算的話 又比很多進口車 便宜很多 是 所以我終於把大家 從天上拉回來現實一點 大家放輕鬆 鬆一口氣 像這樣的車非常好 而且你要知道 為什麼我覺得 這個新的KUGA 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 我說新的福特 那個引擎蓋的拉法 大家都知道 他變得很像BW 很像BW 對 拉兩下他就開了 結果你知道 他讓引擎蓋變得方便 對不對 我卻沒有打開過他的引擎蓋 以前我們印象中的車 國產車有時候 你一定要常常打開引擎蓋 不是這裡壞 就是那裡有毛病 不然就要換電池 你說現在他變得 現在的穩定性非常好 而且剛性非常好 競速性比較好 但是這台108萬 跟我那92萬的這個入門款 到底有什麼差別 你知道 其實我覺得他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可能消費者 會比較需要的地方 就是他的隔音會比較好 你單價比較高的 他的這個玻璃跟隔音材質 有用比較好 那基本上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是 開久了就習慣了 對 那你有那個360環景嗎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個108有 108有 因為環景對我來說 我只要有倒車雷達 其實都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本來就有盲點偵測 那一般我們再調斯他的價值 座位就已經不錯 但是如果你喜歡高科技的話 這台車還有給你一個 數位儀表板跟抬頭顯示器 這也是我沒有的 還有一個BOSS的這個喇叭音響 那在這些就是豪華舒適 科技配備上 都給你的時候 那價格好像就多那麼一點 但是如果你只要求他的本質 我要的其實就是什麼呢 我要他180的動力 小排氣量 其實很省油 然後我喜歡一台SUV 中型的SUV 然後可以離地稍微高一點 譬如說有時候路況不是很好的時候 還可以小撒野一下 不怕那麼容易去撞擊到底盤 因為我上一代Focus 這個錢包桿幾乎下面都是刮得亂七八糟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換一個稍微高一點底盤 可是那時候Active還沒出來 所以我就先換了一個KUGA 但是我並沒有後悔的原因就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那我要求的就是這一個 底盤的剛性 然後車體的結構 尤其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 你去拉扯那個方向盤 有時候遇到三寶突然闖進來 切換車道的時候 你會發現新的這一個C2的底盤 改變的不只是空間 還有操控 操控真的會讓你有感 所以我覺得說因人而異 如果你有預算上的那一個考量的話 也許你可以像我一樣選擇 這種國產的車型 你就可以upgrade一個等級 但是差不多也可以控制在百萬以內